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这座城市深受那些喜欢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喜爱 不仅是外国人 就连我国其他城市的人对上海这座城市也是趋之若鹜的 最后要说的是广州 这座城市可以说是黑人兄弟的天堂了 这里的人总数加起来足有40多万 他们大多数都来自贫困的非洲大地 在这里他们可以挣到更多的工资来补贴家用 其中也不乏一些精明的黑人兄弟选择去做倒爷 几毛钱批发的小商品 转手卖到非洲能赚几块钱 甚至更多 可以说是非常聪明了 对于这三个城市 商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